车流量大的国道一号戏指段 竟然有骑士骑着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 来看到这名女骑士骑着电动机车在国道上奔驰 国道警察发现之后赶紧追上前蓝亭 而疑问才知道原来她是一名韩国人 是到台湾来玩的 当时悟性导航才会不小心误闯 女子骑着黑色电动机车一路直直向前奔驰 上衣被风吹的狂飞看起来似乎美意状 不过车内民众却拿手机捕捉下骑士身影 镜头转向骑士后方往前一看才发现 原来这不是一般道路而是国道 不止一个人拍到女骑士骑上国道的身影 另外也有网友将过前po上网 直呼超级夸张引发网路热议 电动车直接骑上国道经过扎道也没有下 这名女骑士到底是故意还是不小心 事发在22号中午12点多 国道一号细止断 国道警方发现后马上将他拦停在路肩 这才发现原来他是一名韩国观光客 来台湾旅游自己骑车趴趴走 没想到悟性的导航就直接上了国道 来台旅游体验骑机车观光 却误闯国道将被依法开罚3000到6000罚还 只是罚钱是少 生命安全才重要 幸好是没有酿成严重意外 记得潘文玉讲目以新闻报道